嗨 十分有品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Tandy 今天我们来聊聊喝酒这件事 喝酒这个文化 在今天的社会 已经贯穿了我们生活方方面面 从社交时来的一杯葡萄酒 到谈生意的一点威士忌 到谈恋爱的一点浪漫粉红酒 庆祝时候必备的悬沛 可以说喝酒这件事呢 出现在我们生活里面的每个场景 今天Michael会带大家认识一下 法国五大酒庄葡萄酒 世界各地的威士忌的盖栏 还有充满仪式感的香槟 是怎么喝的 今天十分有品的团队 也非常高兴能够在 精妙名酒拍摄这个系列 这边有非常非常多的酒类跟酒水的选择 欢迎大家随时来看看 那准备好的话就跟Michael来喝一杯咯 赞 十分有品的朋友们 品酒在生活里面我想是很多人有的这个习惯 或是一种嗜好 那谈到这个品酒不带的这些文人亚士们 他们这样歌颂他 以来说 人生得意虚俊环 末世金尊空对月 苏东坡说 把酒问青天 明月几时有 王汉讲得更好 葡萄美酒夜光杯 一云琵琶 马上吹 一代小熊曹操说 对酒当歌 人生几活 那现在能作为了文章用唱的 我还记得那条歌叫什么 喝爱情亮的酒 还有一个什么 好大啦 好大啦 我们今天就来谈谈 品酒 那我认为 品酒是一个 非常私人的行为 我们在这里没有要用 说教的方式 来谈说 怎样品酒 是说 不一样的 喝酒的一个形态 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学习喝酒 我觉得喝酒就是一个 一个男生变成男人 很重要的一个表证 说我喝酒了 那我就是长大了 我们那个时代喝什么呢 我们那个时代喝 绍心酒 绍心酒怎么喝呢 上面有两种喝法 绍心酒有一种加酸酶 一种加柠檬片 我记得我进了职场以后 我们会有一些应酬 然后我们就喝少品酒 我不大知道说 那是不是叫做品酒 就是把它喝到 有人大了为止 在那个时代 偶尔我们也喝一点点的 百难地 到了大概上个世纪 就八年那代末期的时候 我就认识了一个艺术家 叫做范姜明道 我那个时候对当代的艺术 非常着迷 我们常常玩家一起 那他就说 诶 国外现在很流行喝葡萄酒 我们喝喝看 然后我们就接触了葡萄酒 一喝 哎呀 色色的 没有超新酒那么好喝 但是我觉得就是年轻嘛 我就享受就学的 我就慢慢的去接触到了葡萄酒 后来1990年代的初期 他讲说我们来弄个Y bar 来开一个红酒吧 我后来就在延级间开了一个红酒吧 叫做4T5D 4个T5D 什么叫4个T5D呢 就是里面的桌子设计 把它踩了一个角 踩了一个45度 45度Degree 叫做4T5D 然后在那个空间里面 我们就引进了法国的葡萄酒 播放的爵士音乐 也抽雪茄 那个形式就有一点像是法国的salon 在那个时代 那个时候台湾人不太喝葡萄酒 所以我们就介绍葡萄酒 所以4T5D可能是台北市 唯二最早介绍葡萄酒的 另外一家大概就是孔雀洋行 有些是曾燕宁先生 他开的叫孔雀洋行 算起来也算是葡萄酒推广的 先行者 不要讲先驱啊 因为选举好像已经壮烈成人了 先行者 来的人是什么人呢 因为在那个延吉街 因为靠近了滚石唱片 所以很多音乐人来到那个地方 还有什么还有一些建筑师 因为他们觉得那个空间很有趣 还有当然因为我自己广告的关系 有一些广告人 像过世的孙大伟先生 就是那边的常客 那我在那里我学喝了法国的葡萄酒 也就是我们都知道 葡萄酒真正最大的发育地在法国 那我们那个时候引进了很多的 波尔多的 波多罗 我们知道法国最大的产品叫波尔多 那我们知道还有在布格尼这个地方 那我们主要是喝波尔多的这个红酒 那因为我这个朋友很专业 所以他就引导我去认识的喝葡萄酒 怎样去评借一个葡萄酒 他又牵涉到了什么呢 环境 第四土地品种天后 还有量造的方式 就是说起来也就是什么 也就是所谓的天地人 那葡萄酒会它着迷 特别是波多罗会它着迷的原因是因为 你知道波多罗它有一条河叫做Gilom River 然后它也分左岸那边 那我主要那个是喝的就是左岸这边的 左岸就是Médo Médo地区的那个地方 因为它的土地的关系 因为它气候的关系 所以它那样绕出可以讲说全世界最好的葡萄酒 因为喝法国葡萄酒我们认识了说 法国葡萄酒跟其他地方葡萄酒 比我们现在知道还有很多地区新兴的国家 比如像澳洲啦像智利啦像捷克这些地方 那法国葡萄酒最重要的就是 它是由三种葡萄去酿造出来的 第一种就是Cabernet Sauvignon 就是苏维翁加上了Mélo 加上了Flau 那Cabernet Sauvignon是一个酒体非常强劲的 它会让酒体和丹瘾酸很强 所以这个葡萄酒可以保存非常长的时间 丹瘾酸重所以它就会有点色 Mélo就是它很甜美 然后Flau它非常柔渴 所以这三种这种把它调和在一起 如果能够调配得很好的时候 我们讲说葡萄酒有几个 几个味道 什么味道呢 甜味 酸味 色味 还有苦味 还有酒精味 这个如果能够调和得很均衡 所以我们喜欢讲 哎呀这个酒 它很平衡 很平衡 那就是一个好酒 所以法国葡萄酒的迷人的地方就是说 当它均衡以后 当你在饮用它的时候 它把这些均衡这些元素 这些酸 色 甜 酷 酒精调和到一个非常完美的时候 你会感受到那个葡萄酒的这个美好 90年代的时候 加入了这一个叫做4T5D的歪霸 那我就当初跟我这个合伙人 范江先生讲好讲说 就有partner 没有问题 那我不参与这个经营 那我只有一个条件说 我去那个4T5D喝酒不用钱了 我只有这个要求 所以我就几乎 大概没完个去 我们都知道说葡萄酒有五大酒庄 最好的有五级的酒 一级酒 二级酒 三级酒 四级酒 五级酒 第一级酒就有五支 这个是在1855年的时候 被那个法国这五把它分类了 就是最好的是五支酒 在那个时候一瓶酒多少钱呢 大概两千多块 大家不可以想象吧 它是现在的十分之一的价钱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 常常喝五大酒庄 这个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吧 我当然不是炫耀讲说喝过那个东西 我总认为这些luxury goods 这些奢华的东西 取法乎上得不其中 就是说你一定要去接触那个好的东西以后 你才知道什么东西叫做好跟不好 那喝过五大酒庄以后 你就知道后来一级酒以后 你就知道一级酒好在哪里 刚刚讲来讲说那个平衡 那个身体 那个整个的感觉 然后你再喝二级酒喝三级酒 你就知道有个分辨 那五大酒庄特别把它找出来 比如说像这一瓶 今天这个瓶就是Mago Mago就是要产在这个Mago的地方 它酒层非常的细 非常的丝滑 第二瓶的话就是叫做Lafi 中国红酒起来以后 他们把它翻成一个中文叫做Lafi堡 它卖得最好 那个时候4T5G的经验里面的时候 我们甚至不大喝Lafi 那这个是叫做Maudon Rocher Maudon他跟五大酒庄里面最大的特别是说 所有的Baudon的酒 他的瓶标不会换 只有他会换 他从1945年第二次大战结束以后 他们每年找了一个艺术家 然后每年换了一个新的瓶标 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瓶标 这个瓶标是Anishi Cooper 这个是一个印度籍的雕塑大师 然后他给它创作 给这个这一瓶是2009年的这个瓶标 非常特别Maudon 所以有人收集Maudon 就是每年收集 然后它的瓶标都不一样 它不像其他的酒庄 瓶标都是一样的 这一瓶的话是在这个所谓的 这4瓶都在Maudon 叫Boy Arc这个地方 那这个是在下面 叫做Graph这个地方 唯一瓶不在Maudon的这个地方 那你要知道不一样的这个产区 因为它的石 它的地址 环境不一样 那在Graph这一瓶叫做 阿贵香 好来念的名字叫做 阿贵香 这是五大酒庄 现在的五大酒庄已经 非常非常的贵 贵到我说一真心的话 贵到已经喝不起了 那什么时候喝五大酒庄呢 你跟朋友喝 你需要这样炫富吗 那你说跟客户喝 客户一定会觉得说 哇你还没有良心 赚我这么多钱 然后喝这么好的酒 有些事情 其实你喝过就好了 那个时候喝了很多便宜 大不大酒庄 然后我们就觉得想说 什么酒都可以喝了 你现在会问我说 那你现在喝什么呢 我现在喝酒有一个说法 这个说法是什么呢 喝好一点的 然后喝少一点的 联合国的世界卫生组织 WHO在2002年 发表了一个人类长寿的 二十条法则 第一条是什么呢 第一条他说喝酒 然后喝酒会增加血液的循环 然后在循环的过程里面 它会刺激你的身体 会按摩你的身体 然后会让你的心肺功能变得很好 但是还有一个淡数是说 不可以过量 现在对我来讲 我觉得人生还能喝多少呢 在我们能够喝得起的时候 在我们能够充足的时候 然后喝好一点点的 然后喝少一点的 那我今天特别推荐的就是说 那无大地方不能喝 那喝什么呢 有两瓶 是二极酒 它叫做Super Second 什么叫Super Second 就是超级的二菌 它其实已经像具备了一级酒庄的 大酒庄的所谓的品质 可是它的价格相对的 不要讲它便宜 而是讲说比较friendly 比较友善一点 第一瓶这个就是叫做 Leo Villagasse 我们看到那个酒庄有一个小碉堡 然后上面占了一只狮子 法国里面有一只狮子的蛮厉害 叫Leo Leo Villagasse 另外一瓶就是叫做Pichon La Laine 那这个就是两瓶就是二级酒 可是它具备了一级酒 那我现在常常喝 像我今天喝的这个 就是Leo Villagasse 那我就仿佛喝到了像一级酒庄那样的品质 可是这个是我能够affordable 我能够负担的 我一直不喜欢那个字 叫做CP值 在喝酒的时候 或是说像现在比如说吃饭 餐厅说 这个CP值 大家都知道 CP就是capability 这个P就是price 也就是性能价值比 那也有人把它翻成什么呢 也有人把它翻成叫做performance cost 无所谓 那它就是性价比 我觉得性价比最好用在哪里 用在让你引擎多好 cc的引擎 然后输出多好的马力 它是可以被计价的 可是我认为像这种平饮的东西 或是有些像奢华的东西 你用CP值都可以恰当 食物这个事情最多我觉得 乳酪饭还可以CP值吧 可是有时候你讲说 我们现在有时候像fine dining 像这种东西 它已经不是食材 然后跟你满足 中间卡包括什么 包括了空间 服务 包括点点这样的东西加起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便宜行事的说法 哎呀这个酒的性质值很高 这样的 那我觉得酒是这样的 就是说 选你自己喜欢喝的 能喝的 这样就很满足 那有时候我觉得 safine dining room 卖的几百块的酒 朋友对了 然后喝一杯 我觉得这个也快乐 其实跟钱这个事情 不一定有关系 再一次敬你 是VUK的朋友 来